黑甲护卫队 保护驱修师 权力那是滔天的 无品驱修师地位尊崇 从张仙柳墨烟身上偷过来 应该有不少好东西 站在兴宫宽阔的庭院当中 叶云手掌这么一番呢 一堆东西就出现在面前 精神在这一堆东西上扫了一遍 叶云呢一脸无语 这俩家伙怎么比我还穷 本以为凭借他们的身份 肯定能得到不少好东西 结果发现了 这俩家伙比自己还穷 只找到了一些纯灵丹 和两柄上品的仙气 十多件中品仙气 并没有能让人提升实力的丹药和药材 呀 这是鳞片呢 柳墨烟身上偷过来的宝物当中 居然呢也有一块这样的鳞片 看了一会儿 念云正打算不这堆东西呀 扔回纳乌淡田呢 突然精神这么一动 眼睛落在一个黑幽幽的东西上面 这是一个鳞片 和之前在交易厂购买的那个东西呀 有些不太相同 但是只看了一眼 立刻就认出来了 正是这个刻有九天流行纸 修炼法觉的东西 九天流行纸 之前只看了一个总纲 就让他心仰难耐很长时间 此时啊 看到刻有修炼方法的灵片顿时欣喜若狂 九天流行纸第二是七杀纸 杀气杀心杀魂杀魄杀魄杀魄杀意杀神杀道 视为七杀 天耳天眼配合 一道悬傲的文字 已经在心底溜淡 让他整个人陷入了沉迷 虽然只是简单的介绍 你也愿知道啊 这个七杀纸的威力 绝对超过了现在七星剑 第四世星辰了 尤其是战斗的时候 配合天守师天赋要出手 就算赶不上雷霆九州 却也是威力不弱 尤其是其中最后杀意杀神杀道 只要是能修炼到大成级别 不但能把人彻底给击败了 还能一瞬之间呢 就毁灭他的意念 神魂甚至到心 这也太可怕了 这是第二世 没有第一世 无法修炼呢 越看呢 越是心境 越看越喜欢 可是过了一会儿啊 聂云可就犯了仇了 从总纲啊就能看出来 这个九天流行指是一脉相成的绝招 不会第一招 你就不能修炼第二招 因为第二招是在第一招基础上增加的变化 就好像盖楼房 你没有第一层怎么能盖第二层啊 没有第一世 我拥有五道师天赋 可以创啊 突然念云脸上露出了一道狠意 拥有五道师天赋 等于拥有了天下武学呀 五级的总纲 任何五级只要看上一眼 就能瞬间给练成 并且加以拓展 延伸 这套九天流行指 虽然厉害繁琐 只要给它足够的时间 拥有总纲和第二制 推演出来 第一式应该还不太困难 七杀制 一指基础 气劲可以透过经脉摧毁对方的灵魂 对肉身和魂魄都有伤害 仔细阅读啊 第二式七杀制的修炼方法 念云五道师天赋运转 在体内缓缓形成一个奇特的循环 五道师天赋啊 能排在特殊天赋前时 说明了 他的强大的能力九天流行指 尽管威力无穷 是和北斗星军同样强者流下的绝招啊 但是对这种超级天赋来说 一样能研究透彻 并且富裕新的奥秘 破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念云猛然站起身来 头发无风自动啊 整个人犹如战天战地的魔神啊 手掌变成了赤金色 一指向前就刺了出去 这一指速度极如闪电 天空出现一道幻影 体内的先例啊 凝聚旋转气筋 陡然就射着去了 正中仙宫地面上的一块岩石上 这岩石可倒了霉 瞬间就横穿了 出现了一个呀 一指粗细的黑洞 呦 厉害呀 念云猛分的差点就跳起来 眼睛是越来越亮 这一块石头啊 叫磨黑岩 是灵界有名的坚硬的石头 一般中品仙器披上去啊 都不会留下痕迹 被他一指给射出如此深的大洞来 单凭这一下 这一招七杀指的威力 已经超过无上大剑术之类的剑法了 要不是天手师天赋再强的手掌 也承受不住这种狂暴的力量 你还云消了 这招威力很大 但是对身体的负荷也大 尤其是手掌 如果不是拥有天手师天赋 恐怕气劲还没射出来 手掌啊 就得炸成碎肉了 虽然我创出的这招 七杀指和纯正的七杀指不太相同 那是符合我身体要求 威力也不弱 等于又有了一样大杀器啊 九天流星指虽然呢 不知道一共有几招 但是这招七杀指匪夷所思 强大无品 尽管修炼的不太正统 是用武道师天赋啊 创造加以革新的招数 但论起战斗力 绝对不会比正统的弱 早知道柳墨烟有这块鳞片 我应该问问 其他谁还能有 不过柳墨烟即便得到了鳞片 也肯定不知道九天流星指 白白浪费一件宝物 修炼有成了 聂云义气风发呀 想起这块鳞片 是从柳墨烟身上得到的 不由摇头了 普通人得到这个鳞片 没有天眼天眼天赋 即便实力再强 也看不出其中隐藏的奥秘来 虽然觉得这个东西 非常古旧 是一件有历史的东西 但是肯定不知道 蕴含如此厉害的武器 找机会再问吧 把心中的感慨给抛开了 聂云呢 刚想继续修炼 突然身体一晃 出了心沟了 他出现在院落 聂云 我师父找你 刚进入院子就听到门外 一个脆脆的声音响起来 不用说正是许心剑 好 我马上出来 聂云收拾了一下吞门呢 就走了出来 我把今天的事情 和我师父说了 他知道 你没买东西 说不能占你便宜 要送你一样 好处呢 许心剑 见到他 说着笑着 二人一路闲行 很快就到了大厅了 聂云小兄弟 你来了 小腾道人笑着一指坐呗 前辈 聂云一抱拳 坐了下来 麻烦你参加比赛 本来就觉得有些对不住你 让辛茜陪你去买东西 结果你也没要 这样吧 我看你实力达到天仙境初期巅峰了 差一点就能突破 如果你不介意 我可以祝你一把 让你直接达到天仙境中期 我 聂云才说了一个字 就被 萧腾道人打断了 好了 不要拒绝了 这不但是我的一片心意 他牵扯明天 驱修师考核 考核 上次驱修塔的权力 我没争夺到 在苏扬手里 所以啊 这次考核 驱修师的主要负责人 依旧是他 你把他弟子打成猪头了 怎么可能让你这么容易过关 所以啊 明天的考核肯定非常复杂 是我给你带来的麻烦 萧腾道人给解释 虽然你的战斗力远超实力本身 却也不能不防 实力越高越好 那多谢前辈 听他这么说了 聂云也就不再推辞了 同时心中疑惑呀 这驱修师考核 都有哪级啊 如果一直有明确规定 就算他想弄些手段 也会很麻烦吧 考核驱修师 仔细说起来 那就是考核融合天赋 聂云本以为所谓的考核 就是把融合天赋 给释放出来 让人分辨 现在看来真正的考核 应该没这么简单了 取修师考核呀 分为检验天赋 融合天赋和运用天赋三样 前两样考核非常简单 他不能针对你 让人担心的是第三样 就是运用天赋 肖腾道人脸色 凝重的说了 运用天赋 聂云非常迷惑 是啊 运用天赋就是考察 你对融合天赋的使用情况 驱修师最终使命 适合修罗战斗 要是你明明拥有诸多天赋 也能讲之融合了 却不能和修罗战斗 也算不上取修师 所以最后一样 就是将你们考核的人 放入地宫之中 与修罗战斗 肖腾道人给解释了 您是说 他有可能将我放到 更为强大的修罗跟前 借修罗的手杀了我 听到这儿 聂云算是明白过来了 是啊 不错呀 正常四品驱修师考核通常 要对付的是一星的修罗将 我怕他会给你悄悄换成 三星的修罗将 到时候你就会有危险了 肖腾道人不担忧给说出来了 一星二星 修罗将还分等级呀 聂云第一次听说呀 我忘了 你没有考过修修师 普通人不知道修罗的分级 而我们修修师啊 威力更好的与之战斗 将他们的实力更加详细划分了 修罗一共分为五个等级 想必你应该知道 修罗兵 修罗将 修罗皇 修罗帝和最强的修罗王 这些大级别之间 每一个都有极深的鸿钩啊 不可同志而言 详细划分 修罗的等级 但同一个级别之内 血脉也不尽相同 实力也是有差异的 就好像人类同样是天仙境初期 你的实力就比一般人要强大很多呀 肖腾道人说了 啊 聂云一听点了点头 这点他明白呀 同样级别的修罗实力肯定也不相同了 有强有弱和血脉也有关系 所以呀 为了更好地了解对方的实力 知己知彼 我们屈修师啊 将每一个级别的修罗再详细 划分成了三星 一星是最差的 三星是最强的 普通的一星修罗将 最强也就是天仙境巅峰战斗力 要是三星修罗将 即便是普通罗仙境强者 都恐怕不是对手 甚至啊 还能和玄仙强者战斗 小腾道人脸色凝重的说了 啊 和玄仙境强者战斗 聂云一听扎舌了 玄仙的实力他知道的非常清楚 完全可以轻松把他给捏死 三星修罗将居然能与这种强者战斗 还真够可怕的 所以呀 为了安全起见 我还是帮你提升一下修为 如果你级别再高一些 我还不敢 花口 天仙境初期 晋升到中期 应该花费不了多少代价 萧滕道人 笑着说了 萧滕道人哪 是玄仙境的强者 领悟玄之有玄的奥妙 帮人提升修为也不太困难 要是聂云达到罗仙境强者 恐怕呀 还有些为难 只是天仙境非常简单 当然了 这是他认为的 因为片刻之后就知道这种想法是多么的幼稚和可笑 那就麻烦前辈了 聂云攻身站起来 盘膝坐在大厅中间 前辈可以将力量灌输过来 我吸收借此突破 虽然萧滕道人看起来和善 但是他呀 也不得补防备 灌顶一般都是啊 宗族前辈给晚辈强行提升实力 双方必须啊 互相的信任 一旦一方存在坏心 另一方就会变得非常危险 和萧滕道人哪 只是第二次见面 尽管知道他有求于自己 还是一切小心为好 小腾道人知道他的意思 也并不介意 反而赞扬的点了点头 在灵界 想要活的长久 必须警惕一些 否则再天才的人 也会半途夭折 我是道门的力量 给你灌输的时候 你可要小心了 小腾道人手掌向前这么一抓 大殿顿时 被旁大不先力重斥的 好 我试试 念缘点了点头 天地六道 每一样都不相同 如果没有修炼过相应的法门 身体绝对无法承受 其他种族的力量 以魔器为力 一般的人 你别说你接受啊 就是一碰上 就会陷入疯狂状态 这就是种族的差异 道族也是一样 如果没有修炼过道族的法门 你贸然接受道族先例 兴则走火如魔 重了 力量在体内冲突 让人暴体啊 肖腾道人之所以 敢直接给聂云提出传功来 他肯定是看出 他体内修炼过道门的法觉 当然他不知道 眼前这个少年修炼的是 道门最无上的功法 乃是逍遥游啊 轰隆隆一声 想说话的时候 肖腾道人全身力量释放出来 汇聚成一道一人多俗的光芒 笔直向着聂云体内就灌输了 他的先例啊 带着灵动的味道 符合道家语化飞仙的韵味 力量灌输之下 好像整个房间下起了雪花啊 每一片都有极强的力量 那是缓缓向下坠落 这狂勇的力量飞落下来 聂云呢 并不着急吸收 而是精神遨游无穷啊 灵魂飞翔起来 徐阳在天地之间 体会着逍遥游最真实的状态 师父 你修炼的是道族无上的功法 玄玄觉 道族先立精纯至极 聂云应该吸收不了多少吧 见少年陷入沉静了 对空中的力量没怎么吸收 徐欣倩终于忍不住问了 玄玄觉 来自道家始祖 黎尔的道德经 玄之又玄 众妙之门 虽然只是一个分指 却只指大道真义 远超一切功法 这个聂云如果能吸收我三成功力 应该能够成功突破天线净重器 失利精进 好处无穷 不过看他现在的样子 修炼的法觉太过低下 恐怕连一成都吸收不了 萧腾道人说了 念云心境畅游逍遥世界 还没开始吸收呢 萧腾道人还以为他修炼的功法太低了 吸收不了他的先例 那怎么办 没办法 我和他不是同一师门 能吸收多少 能不能进击实力 要看糟话呀 我也没有办法 萧腾道人的话还没说完呢 突然他愣了 之前大厅 中间的少年突然身体轻轻悬浮了起来 全身上下闪烁了一团和煦的金光 金光触手一样蔓延 见客之后 汇聚成了七彩之色 这是 大道七弦 这怎么可能 看到聂云身上的七彩之色 萧腾道人原本沉着的脸色 可是变了 全身颤抖起来 大道七弦 那是什么 许新倩有些不明白一脸奇怪 在他印象里师父修炼的道门密法玄玄觉 整个人沉稳 再危险困难的事 都没露出过特异的表情来 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 大失常态呀 天地大道 代表着无疾无欲 无限无求 是没有色彩的 那是道门最厉害的强者 为了方便领悟 将其分为七弦之色 也就是所谓的大道七弦 这是修炼最顶尖的道门功法 并且领悟到狠身境界才能完成的 哎呀没想到聂云对道门功法这么了解 萧腾道人自语一样子的解释 顶尖道祖法门 难道比师父修炼的玄玄觉还要厉害 许心倩有些不幸 玄玄觉 与他修炼的法门相比就好像 营火对比浩日 滴水对比江河 两者完全没有可比性 哎 如此高深的法觉啊 能修炼到延伸 大道七弦境界 这个聂云还真是天才中的天才 与他相比我以前见过的所有号称妖孽的人物 都和垃圾没有任何区别 萧腾道人双眼放光啊 他一边盯着大厅中间的聂云呢 一边感慨 他的评价聂云呢 咱没听到 全身七彩光芒闪烁 惊吞龙西 眨眼功夫漫天力量光柱 就被他给吞到肚子里去 好快 哎呦糟了 看到聂云呢 吞噬力量的速度 正在感慨的萧腾道人面皮一抽啊 他不敢停歇呀 双掌向前挥砸 澎湃的先力再次涌了出来 轰隆隆一声响 一个吞噬 一个吸收啊 整个打电先力旋转 狂暴的气流的是四处扫荡的 似乎啊 有没有整个房间都给震的坍塌了 要不知过了屠城时间呢 大厅中间的聂云终于有了变化了 身上的力量阶梯啊 一样攀升着 轰然冲破了指护 引动大殿内所有先力都沸腾起来 天仙境中心 成功了 师傅 聂云成功突破了 看到聂云这种状态 许新倩知道 他肯定已经成功晋级了 当即面色一喜啊 他急忙向师傅一看 哎呦 一看之下 禁不住就呆在原地 只见之前一脸沉着的师傅 此时是面色铁精啊 不停扭矩啊 全身不停轻颤 似乎随时都会摔倒在地啊 直接昏迷过去 师傅 你怎么了 许新倩 许新倩 连忙来到了 萧腾到人跟前 把他一抱 这才发现之前呢 力量浑厚的师傅 削弱的随时都会摔倒啊 好像全身力量都消耗干净了 前辈 我成功晋级了 不过 财刚晋级还不稳定 你再灌输一点力量给我 让我把修为彻底稳固下来吧 财刚把萧腾到人给扶住 就听到大厅中间少年兴奋的声音响起来了 听到这话萧腾到人脸色一下变得惨白呀 他打了个猎戒呀 差点就没欢死过去 他眼泪都掉下来了 本以为他是玄仙强者 对方不过就是一个天仙 你说帮他晋级那是非常简单的是举手之劳 做梦都没想到对方简直啊 就跟饕铁巨兽一样 需要的真气海量的是不可思议 把全身先力全部消耗干净不说 才让对方晋级呀 这么一个小小级别 这种事实让他疯了 这不是人 这是人形的怪物啊 否则人类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气海 这样庞大的先力需求量 每次晋级需要这么多力量 这小子晋升该有多难 实力又该有多恐怖啊 震惊聂云先力需求的同时 萧腾到人呢 也为聂云的真正实力感到恐惧了 见哈完之后 对方并没有继续加持力量 聂云随手一番呢 得到的一些增加力量的丹药药材 一股脑就给塞入口中了 过了不知多长时间呢 这才龙吟一身站起身来 此时的他呀 气息饱满力量滚原的 整个人的精气神都达到了一种巅峰状态 天仙境初期巅峰突破的终极 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进步 但是对聂云来说呀 运转七沙趾更加浑渊如意了 当然这点只是一部分 最重要的是突破晋级 让他死海当中的不灭金丹 稍稍微微融化的意思 让他体内的细胞又蕴含了一丝不死气息 以前被别人呢偷袭 喊下脑袋来 肯定的就立马就得死了 而现在呀 尽管只融合了一丝不死的气息 就算脑袋掉了 也会重新复活 不会出现生命危险 虽然距离真正的不死之区呀 还有着很大的一段距离 但是表明保命能力更强了 哎呀 前辈你怎么了 彻底巩固修为聂云 这才发现大厅之内情况 只在萧腾道人此时一脸惨白的 在许心倩搀扶之下 盘膝坐在地上恢复实力 我没事没事 恢复了一会儿 萧腾道人觉得好了许多了 这才抬起头来 哎呦 我可没想到你的潜力这么大 实力这么强啊 这样我也就放心了 现在天也快亮了 过一会儿就要举行 屈修师考核了 到时候 欣倩会和你一起 你要好好照顾他一下 他屈修师等级随高 本身实力却是不太强啊 是 聂云点了点头 不说和许心倩是朋友关系 单说萧腾道人花费这么大代价 帮他进击了 这件事情责无旁贷了 那好吧 你准备一下 出去迎接考核吧 我休息一下 见他答应了 萧腾道人满意 点了点头啊 再次进入修炼状态 他没有聂云的元气师天赋啊 体内先里消耗干净了 还不知道要花费多少代价 才能补充完成啊 哎呀 没想到修炼了一夜啊 聂云和许心倩呢 对望了一眼 缓缓走出了大厅 此时外面呢 这太阳已经跳跃出来了 整个天空啊 都泛起了鱼杜白 居然呢 不知不觉之间 修炼了一夜 屈修师考核 我来了 苏杨 你不要弄得太过简单 让我失望啊 抬头向远处 高耸入云的屈修塔 看了一眼 聂云眼中闪过一道 兴奋的光芒 轻哼声自语一样的 悄然在这小院子当中 回荡 对于聂云来说呀 别人为之蛇蝎的修炼 正是他不害怕的 只要考核的修炼级别 不是特别高 完全可以吞噬 帮助他提升实力 正因为拥有这种能力 他反而期待今天的考核 能够难一点 让他有实力 更进一步的机会 准备妥当了 这二人离开了院子 向着屈修塔就走去了 屈修师考核呀 在屈修塔第二层进行 沿着楼梯 进入第二层 立刻看到里面堆满人了 密密麻麻 他足有数百之度呀 俊新城分部掌管 整个奥武州的屈修师考核 十年一次 已经堆积了不少人了 看今年的样子 至少有五百多人 许新倩笑着说了 嗯 聂元一听点了点头啊 他禁不住为屈修师的数量 稀少赶到杂舍 整个奥武州 不说普通人吧 单单超过先体精的修炼者 就不能以万亿来衡量 如此多的人 十年时间才出现五百个屈修师 足见数量至少 不过 想想也就恍然了 屈修师啊 不但要有特殊天赋 还要把这天赋给融合了 有这两条标准在那卡住了 能过线的的的确确 不会太多啊 对了 屈修师十年考核一次 你的徽章是什么时候考核的 聂元突然想起一件事来 十年考核一次 许新倩也就二十岁左右 他可不相信 这个女孩十岁的时候 就融合 四样特殊天赋了 俊新城十年考核一次 但我可以在其他地方考啊 我是两年前 在隔壁的 洛光州考核的 许新倩 玩耳一笑 哦 原来如此 聂元有点尴尬了 他这么聪明的结果 都陷入思维定势了 对啊 这里十年考一次 其他地方威逼 就算也是 开始的时间 也肯定不一样 毕竟呢 萧腾道人 苏扬等人 应该呀 也会去其他地方 当个评判什么的 今年考核的人 没有太多的强者呀 把心中的尴尬 给掩饰住 捏云天眼扫尸了一圈 过了一会儿 他无奈摇头了 这次考核的五百多人 实力超过天仙境的 只有三十多个 虽然说呀 驱修师实力 和战斗力不成正比 却也有一定的关联 连天仙都没达到 恐怕要达到四品 驱修师级别的 那就不多了 心中这种想法 才刚升级啊 就有人将其给证实了 诸位 能来参加 驱修师考核 说明将来都是灵界 最杰出的人才 现在 我安排一下 考核一品 驱修师的 在写有一号的位置上 排队 考核二品 驱修师的 在二号位置上 排队 以此类推 郡新城 驱修塔分布 最高只能考核五品 请各自排好队 不要去错了地方 一个老者从大厅内啊 一个房间里走了出来 他朗声说了 听到他的命令 众人不敢停留 很快按照各自级别 排好了队伍 按照众人排好的队形 聂云看了过去 直接参加一品驱修师考核的 足有两百多人 二品的一百多 三品的不足一百 人群成地简模样 而他参加四品驱修师考核 只有二十几个人 许新倩所在的队伍 人更少 加上他一共才三个 嗯 没想到这个柳墨烟也在呀 看来一眼 捏云微微一笑 只见昨晚狂揍的柳墨烟 居然呢 今天也参加考核来 正站在许新倩的前面 眼光看过来的时候充满了怨毒啊 此时的柳墨烟 昨晚猪头般的脸蛋已经恢复了 掉落的牙齿也长好了 应该是啊 找到拥有治疗师天赋的人 帮他给治好了伤势 治疗师天赋 连前一千名都没排到 算不上什么高明的天赋 那居修塔这种特殊天赋 人才聚集的地方 你要找到一个 也非常简单 和柳墨烟站在一起的 是一个光头的青年 时不时 和他在那嘀咕着 看样子这样人应该认识 而且关系不菲 当然 也可能是昨天晚上才认识的 但是凭借着柳墨烟的天赋 彻底熟悉 甚至亲密 这也不算困难 仔细看了一眼 聂云发现这个光头青年 全身气息的一脸一举一动 带着极强的气筋 一看就知道 是步入罗仙境的强者 看来萧腾道人担心的对 要是这两个人 和许兴倩一起考核 他肯定会吃亏 聂云心中明白了 许兴倩虽然战斗力 堪比半步罗仙境 真正的实力 才天先进后级 真要交手的话 恐怕还不是柳墨烟的对手 你更别说这个光头青年了 许兴倩此时也看出来了 他的担心了 微微的笑了一下 很快呀 真正的考核就开始了 考核第一样 检验天赋 非常简单 就是将你的天赋之气 交上来封存 我们会派出专人检查 有几样天赋 就交几样 确定是真的 就通过考核了 负责的老者继续说了 考核从高级别开始 许兴倩等人呢 当先通过 聂云知道规矩 把天行地行 降水隐匿 四大天赋之气呀 各取出一道封印起来 交了上去 果然不到一分钟就确定下来了 他也顺利通过了 第二样 检验融合天赋 也非常简单 就是把融合好的天赋之气呀 再交上去 对方会用修罗杀气检验 融合之气越多 对抗修罗杀气越厉害 聂云这个也轻松的通过了考核 对于这两样 聂云知道 对方肯定不会为难他 再说就算为难也没什么 他拥有这么多天赋 并且成功的融合了 也不怕 探查呀 现在考核最后一样 天赋的运用 只要顺利通过 你们就会成为真正的徐修师了 保卫灵界 光宗耀祖 负责考核的老者再次走了出来 向前这么一指 天赋运用考核非常简单 这个房间有五个传送阵 分别代表了五个不同的地域 一到五号代表五品考核 你考核一品 就进入一号传送阵 考核二品 就进入二号传送阵 只要能在所对应的区域 待上一个时辰 就算通过了 当然 如果死在其中 屈修塔盖不负责 请问大人 这五号区域是不是号码越高越危险呢 其中一个考核的人问了一句 不错呀 这五个区域是 屈修塔强者利用大手段创造出来的 每个区域都有对应级别的修罗 号码越高 修罗的等级也就越高 你要想办法在满是修罗的世界存活下来 才能通过考核 这个老扯面无表情的回答了这个人的问话 满是修罗的世界存活 修罗一个个杀戮成狂啊 在其中待一个时辰 没有足够的胆量和心智 无疑是找死啊 想成为真正的取修师 哪有那么容易 想不付出 直接得到荣誉 这是不可能的事 老者的话 所有签来考核的人啊 都听在耳中了 有人惊奇 有人欣喜 当然也有人担忧啊 总之 不管在哪里 没有天上掉馅饼这事 成为取修师 享受高人一等的待遇 却也要承受比常人更多的危险 在那里待一个时辰就行 不杀修罗可以吗 有人再次问了 可以 如果你有隐匿时天赋 藏得让修罗看不见你 能躲过一个时辰也行 不过 在修罗世界 你不杀人 人就要杀你 还有 还要防止同伴的偷袭 毕竟在那里 没有任何规则可讲 能活下来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行 死了 就是白死 这老者又继续说了 好 听到不要求必须击杀修罗 很多人 这会儿就高兴了 取修师对于每一个家族来说 都非常重要啊 这些人每一个身上都有不少宝贝 击杀修罗他们或许啊还做不到 但是隐藏起来坚持一个时辰 却有很多人呢 非常是有自信的 排斥 取修师对于修罗来说是绝顶的美味 在修罗世界 你不击杀修罗 就算藏得再好 一样会被找出来 活活给杀死 看到这些人的表情 一个取修塔的老者 冷横一声啊 他的眼中闪过一道不屑之意 对这些的人 这些死活呀 丝毫就不关系 想成为真正的取修师 首先 要大智大有 还没进去呢 就害怕了 退缩了 这种人早晚都会被修罗给击杀了 不值得同情 好了 各自选择传送阵进去吧 伴随老者的一声呼啸啊 前来参加考核的众人 蝗虫一样 向着传送阵走去了 聂云跟在众人身后也走了过去 很快他来到了不满传送阵的房间 大厅里果然有五个传送阵 分别已经标注了数字 正打算向四号传送阵走过去呢 突然一左一右两个人 夹在了中间 你叫聂云吧 有本事来五号传送阵吧 如果不来的话 你那个小女朋友许兴倩 恐怕未必能活上一个时辰 说话的正是之前看到的这个光头 怎么 不敢呢 昨天不是挺嚣张的吗 要是 再真不敢 那就算了 另外一次的是柳墨烟 窝黑的眼珠看向聂云充满了恨意 怎么 你还想挨揍啊 看了柳墨烟一眼 聂云冷横一声说了 你 听到他这话柳墨烟吓得后退两步 脸色非常难看 别人这样威胁他的话呀 他只会当做笑话 可是眼前这家伙对他那可真是打呀 一点都不装假 而且还照死里打 柳墨烟这种人都觉得害怕了 见他后退了 聂云笑了 他转过头来看向刚走过来的许行谦 轻轻啊 在他手上已拉 咱们走 说完这俩人快步就向五号传送阵走了过去 眨眼功夫消失不见 追 见聂云果然进入了五号传送阵呢 柳墨烟眼睛亮了 他转头吩咐了光头一声 当先就钻了进去 聂云二人再次睁开眼睛啊 就看到了进入了一个灰蒙蒙的世界 到处都充斥着修罗的杀气 浓郁的杀气形成一条条 遨游天空的巨龙 猙獰可怖 诡异莫名 只看了一眼 聂云就知道了 这里比云宇宗的乱海地宫 要可怕得多呀 乱海地宫 是个小池塘 而这里 那就是江河湖泊 不可同志而语 向前走了两步 通通通通响起乱雅之声 整个空间的修罗杀气 仿佛感应到了人类的出现 发出兴奋的呼喊 在这里 在这里不能被修罗给缠上 一旦汇聚越来越多的修罗 就算实力再强 也会先例消耗殆尽而死 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停的移动 坚持一个时辰 就算获胜了 走得越快 修罗追上的越少 也就越安全 许新倩 他有过考核过的经验 脸色凝重的说了 嗯 那就快点走吧 知道他说的是实话 聂云当即点了点头 想走 你们以为你们走得了吗 这二人正想像空间深处飞略的 一个猙獰的声音响了起来 转头这么一看 柳墨烟和光头已经出现在不远处了 此时的柳墨烟 身上闪烁着一股洁白的光芒 在这种光芒笼罩之下 浓郁的修罗杀气 无法沾身 须修行公罩 你们这是作弊 看到他身上出现奇怪的现象 让徐新倩一声怒哼啊 驱修行公罩 这地方并不是天然的修罗战场 而是驱修塔大能建立出来的 因此这些修罗并非来自混沌 而是豢养的 豢养的修罗 畏惧驱修塔 只要穿上特制驱修行公罩 在这里面就能行走自如 没有任何阻拦 即便不是驱修师 在这里也不会有危险 许新倩连忙给聂云解释了一句 哦 原来如此 聂云可没想到 这里面 还有这种好东西呢 他突然笑了 你想要吗 来 我给你取一件过来 他身体突然这么一晃啊 聂云整个人变成了一道快速飞略的风 笔直向着柳墨烟就冲了过去 来得正好 见聂云飞过来了 柳墨烟呐 他眼中可露出了一丝玩味的笑意 他宁笑声当中向前这么一抓呀 一个玉盘猛然就炸开了这边 哇 这玉盘当中力量汇聚啊 陡然跳出一个金甲巨人来 巨兽金甲傀儡 看到这个巨人 也没知道对方倚仗到底是什么了 不得不说呀 这个苏扬队柳墨烟还真够好的 巨兽金甲傀儡是一种用妖兽尸体炼制成的傀儡 没有任何主观意识 有的只是狂暴的战动 这种力量狂猛凶恶 很难击杀 因为没有主观意识 所以不怕修罗杀气侵袭 即便在修罗世界 也能爆发出全部力量来 这种傀儡 炼制一个要花费极其贵重的代价 不亚于培养出一个罗仙境强者来 真没想到 柳墨烟的师父苏扬直接给了他一个 哗啦一声响 心中响了他空中的巨兽金甲傀儡 就一拳打过来了 哼 就让我看看这头傀儡到底有多强吧 兵不躲闪 聂云全身脊入脚洞啊 一下就迎了上来 砰 拳头相揪啊 聂云力量这么一致 禁不住后退七八步啊 而傀儡呢 他可没后退 反而力量凶猛再次又扑过来了 又厉害 恐怕已经堪比罗仙境中期强者了 见对碰之下 傀儡非但没事 还越来越凶猛了 聂云知道 这家伙的实力超过了想象 与之战斗的话 肯定那逃不到好处啊 小子 敢伤害莫烟是你自寻死路 聂云被傀儡一招给击退了 一侧一个冷笑 后面跟进来的光头一拳也击了过来 这空中的力量汇聚成风了 光头狂暴的力量形成了一条水流一般的气线 匹炼一样就涌了过来 走 见这个光头实力不弱于眼前这个傀儡啊 聂云知道不是对手 脚下他们一转 整个人凭空消失了 这个聂云有逃走三大天赋啊 还有隐匿师天赋 小心 他从地下攻击 刚才考核聂云公布了自己的天赋 柳莫烟也不知道是怎么知道了 见他突然消失了 他放声大吼一声 给地下 我等他过来 这光头黑黑一笑 右脚抬起猛的在地上这么一塌 以塌呀 为之境百米范围之内的地面 都忍不住 那是剧烈颤抖起来地震一样 举向塌地 许欣欠脸色一变啊 这巨像塌地是一种特殊的武技 把全身力量啊都集中在脚掌 沿着地面塌击出去 聂云呢 真要是在地下行走的话 被这股力量给碰撞 肯定承受不住啊 轰隆隆一声响 这地面的余波那是远远荡漾开来 地下并未有任何动静 也没有聂云受伤混乱的气息 搜地上 突然 一道夹杂漫天星辰的剑光 从地面一下 那是走斩鸡舍而出啊 辉煌灿烂 秦柯之间就把光头给弄招了 就怕你不出来 这光头也没害怕 反而冷笑一声啊 他手掌凌空这么野猪啊 掌心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斧头啊 斜空这么野皮 哗啦啦 气劲汇聚着影响漫天的星光 这两者碰撞了 后者就像拨着烧一样 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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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就碎了 没挡住斧头的分毫啊 好像这漫天星光的攻击啊 徒有其表 划而不识啊 走了 这光头啊 并不是汉勇之人 看他如此辉煌气势的一剑 居然一碰就碎了 突然他想到一点 脸色变了 放声呼喊了一声 抹烟 小心 他的喊声 才刚响起一个爽朗的笑声 就传递过来了 哈哈哈哈 多谢你们的 须修行公照 我们两个先行告辞了 顺着声音看过去 这家聂云和许行倩 二人悬风一般 向远处飞绿而去 眨眼功夫 消失在灰蒙蒙的空间里 而许行倩身上此时 穿了一件防护 散发出洁白的光芒 把漫天的修罗杀气 全部给挡在外面了 凭借聂云现在的实力 还不足以啊 把这个光头和傀儡 一起给击杀了 与其麻烦的陷入苦战 是非明智之举啊 所以啊 他当机理断 偷走了 曲修行公照 转身就逃啊 哎 我的 曲修行公照被偷走了 这怎么可能 对对对 他一定有身头天赋 可恶啊 可恶 看到许心倩身上 多出来了 曲修行公照 这个柳墨烟 这才注意到 他身上的东西 已经被别人给偷走了 气得翘脸发红 他一口血 差点没脱出来 昨天晚上 他单天内的东西 失去踪迹了 还以为昏迷之后 被聂云想办法给取走 我没想到 神偷天赋之上 此时啊 不知不觉 被偷走身世的反护啊 再结合昨天晚上的经历 立刻就明白过来了 呼呼呼 曲修行公照市区 他宛如立刻暴露在阳光下的雨露啊 这漫天的修罗杀气的疯狂向他 涌了过来 紧接着 这空中两声尖笑 两头高大修罗已经合身扑了上来 聂员在偷走他身上 曲修行公照的同时 还留下了些手段 能更多的吸引修罗 可恶 快走 看到修罗出现 知道啊 那会越聚越多呀 柳墨烟这么一咬牙连忙 向前结穿呢 灰蒙蒙的空间里 两个人影大步飞略 一边前行一边发自内心的放声大笑 正是刚刚逃走的聂云二人 聂云 你怎么这么快就把柳墨烟身上的曲修行公照给偷来了 许新建依旧觉得不可思议呢 刚才我假意攻击那个光头 吸引了其他人的注意 悄悄就潜到了柳墨烟的身下 用神偷天赋把这东西给偷了过来 念云霄了 神偷天赋 许新建一愣啊 哦 他明白过来 眼神露出了一丝火热呀 不过他也知道啊 特殊天赋是别人的底牌呀 没有继续追问 你有了这个曲修行公照 再不害怕这里了 过一会儿 帮我偷袭修罗 念云说了 好 许新建点了点头 走吧 前方有一头天仙镜的修罗匠 咱们悄悄过去 念云看了一圈 突然指向一个方向 他拉着许新建悄悄向前走去 这是曲修塔用大手段构建的修罗世界 用来专门培养曲修师的 这里面的修罗数不胜数啊 这两个人前面的这一头啊 拥有了天仙镜后期的势力 在修罗匠之中 算得上是二型了 三型修罗匠 血脉强大 能够跃及战斗 我们恐怕不是对手啊 来到跟前的 看清楚这个修罗匠的模样 许新建露出焦急之色 咱们可以 先杀一些实力 弱小的呀 他的话还没说完的 就看到身边这少年纵身向眼前 高大的修罗就冲过去了 可恶的人类找死 这头修罗一看人 他跑过来了 他怒吼一声 星红的牙齿露出了 真凝锋利的寒光 漆黑的鬼爪 瞬间就赢了上来 小心 许新建可没想到少年如此鲁莽 这样明目张胆和修罗战斗 这一旦要拖的时间长了 会吸引更多修罗过来 想走都走不掉了 身体这么一动 正打算冲过去帮忙了 就看到少年凌空这么一指 这一指 没有任何花俏啊 动作优雅美丽 仿佛空中 时间瞬间 就定格了 这头二星的修罗将 这爪子雨 只这么一碰 立刻就碎了 双双 修罗呀 被一指给点中了 胸前出了一个大洞 你杀不死我的 修罗似乎没想到 眼前这个少年会这么厉害 不过呀 他可没畏惧 一声嘶吼 漫天修罗杀气 疯狂向着伤口出汇聚 看样啊 他想恢复身体 用融合之气杀他 看到这种情况 许欣倩连忙喊了一句 不喊声还没结束呢 就看到少年手掌啊 轻轻就印在了修罗身上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头二星修罗惨糊 都没来得及发出来 身体就瞬间干瘪下来 变成了一堆飞灰了 这这这这 看到眼前这一幕 许欣倩整个人呢 像是傻的一样 全身僵直 他可真是难以相信啊 一向都是修罗吃人 还没听说过呢 人能把修罗给吞了 眼前这个场景 已经超出了 徐欣倩的想象了 让徐欣倩脑子 转不过来了 哈哈哈哈 爽 不这一头修罗给吞了 聂云只觉得 全身力量澎湃了 刚刚突破千仙境中期的势力 越发稳固 风行师天赋也似乎有了 和逃走三大天赋融合的趋势 他忍不住一以声长叫 销声结束了 看到一脸呆滞的许欣倩 啊 这是我在一个 上古遗迹当中学到的秘法 能够瞬间 把修罗给杀死 让他们无法借助杀气重生 聂云随口解释了一句 也并未多说 这种事啊 说的越多越麻烦 还不如简单这么一说呢 既让对方觉得你有诚意 碍于颜面 又不好多问 竟然有这种秘法 简直太逆天了 虽然对他的话有些不太相信 但也知道啊 除了这种解释 也没有其他理由了 许欣倩呢 不由赞叹一声 嘿嘿嘿 不值一提 咱们继续走吧 用来考核的修罗世界 无边无隐呢 那不知有多么宽广呢 这二人一路向前狂奔 遇到修罗 许欣倩基本就没怎么出手 就被涅云活活给吞了 连续吞掉十几头二星修罗将之后 体内的风行师天赋 终于突破了智库 咔嚓一声响 一下呀 就和逃走三大天赋 因一师天赋彻底融合了 与此同时 刚刚晋级的天仙境中期的修为 也彻底稳固下来 随时都会突破中期巅峰 这地方真是我的府邸呀 有如此多的修罗补给 我的实力绝对能突飞猛进 聂云一边前行一边放声大笑 他心中啊 说不出的爽快 修罗对他来说 简直就是大薄皮 每吞噬一头 实力就增加一次 吞噬的越多 力量越强 融合的丹田也更越多呀 许欣倩一路一直啊 都没出手 看着前面 杀修罗 跟切瓜斩菜一样容易 整个人都有点木了 就算是他师父 堂堂六品屈修师吧 斩杀修罗恐怕 都没这么快速和可怕呀 聂云 前面是修罗的腹地了 里面恐怕有三星修罗将 甚至超越三星的可怕存在 我看还是别去了 走了一会许欣倩向前看了一眼 似乎认出什么来了 他连忙跟聂云说了 嗯 你在这里等着我吧 我悄悄过去看看 如果危险 我直接逃出来 聂云轻横了一声 还没等着对方回答那一纵身向里面 飞绿而去 刚才天眼照射已经看了个清楚了 这里只有一头罗先进出奇的三星修罗将 并没有实力更强的修罗皇 所以他并没害怕 再说 就算是有修罗皇也没什么 大不了 战斗不过他 凤凰之意展开飞走就行了 只要对方没达到金仙境界 就不能飞行 不可能追上他 离开许欣倩的视野 聂云伪装失天赋 这么一转已经变成了一个二星修罗的模样 大步向着修罗密集的腹地走去了 修罗呀 他不像人类一样 会修筑城池 他们居住的地方大部分都是山洞 石林之类的 向前走了一会儿 密密麻麻的山洞出现在眼前了 那真是足有数百头修罗在里面穿梭了 这里的修罗杀气更浓了 幸好他现在呀 有逃走三大天赋伪装 隐匿和风行融合 自身实力达到了五品屈修时的级别 再加上无名法爵呢 那我还不怎么吃力 这些家伙在干什么呢 聂云并未着急出手 伪装成修罗跟在周围看了一圈 让他发现了一丝不寻常 怎么的 这数百头修罗似乎在进行某种仪式 而这三星的修罗将正是这一群修罗的头领 正站在祭台上组织仪式的举行 哎哎哎 这位伙计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呢 心中奇怪啊 聂云建一头修罗走过来 他一把拉住忍不住问了 他现在伪装成修罗了 全身杀气迸射 再加上吞噬诸托修罗实力大增 眼前这个家伙虽然实力不弱 却是啊 没有看出异常了 九折大人 受到修罗王陛下的感应 知道陛下已经出世了 想要通过祭祀借助力量突破修罗将级别 成为修罗皇带我们离开这里 这个修罗眼中露出了一阵火热啊 修罗王出世 九折大人能感应到修罗王出世了 你也晕心中一阵啊 你也同清醒过来 时间可不长 也就一天多一点 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这种封闭通界的修罗将都感应到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那是自然 修罗王陛下是我们修罗一族最强大的王者 他重生出世 说明我们修罗将会再次军灵天下 我们这些人辱负重这么多年 目的就是为了等待这一天 修罗眼中越来越兴奋 这鬼爪般的拳头捏紧了 眼神血红呢 我也要参加九折大人的祭祀 咱们一起走吧 强忍住心中的震惊 聂云联盟说了 那走吧 祭祀仪式现在已经准备差不多了 九折大人马上就要沟通修罗王陛下 得到陛下旨意和教诲呀 修罗兴奋的大步向前 聂云紧跟在后面 不一会儿就来到了祭祀的地方 这是个圆圆的祭坛 不大 这个叫做九折的三星修罗将 此时正站在祭台中间 一脸虔诚 其他赶过来的修罗全部跪在祭坛的周围 形成圆圈状 诚心真的朗诵啊 生动温宵 见这些修罗一个个面带 虔诚之色 聂云联盟找了个地方也归下来 他天眼竖起来仔细聆听 哦 闹了半天是这种话 伟大的王 你最虔诚的子民 向您祈祷 我们被困在这里 犹如卑贱人类 患养的牛羊 高贵的血脉 承受这种事 是我们修罗一族的耻辱 在这里 你虔诚的臣民 九折希望你能赐予我力量 让我脱离牢笼 这九折抬头向天 用特殊的语言呢 是一声一声喊叫着 他的话语是修罗一族特殊的语言 尖锐难听 带着令人灵魂撕裂的味道 轰隆隆一声响 伴随他的声音越来越响 一股伟岸的力量是从天而降的 带着一股强大到节点的力量 和令人沉浮的意念 哦 聂云随即就看到了 漫天修罗杀气一瞬之间 像遇到了真正的王者 本来的空中咆哮 则是全部汇聚在一起 温顺的就跟绵羊一样 好强啊 看到这一幕了 聂云心中可是一阵惊讶 之前和聂同交手的时候 在灵界 修罗杀气不多 并不知道修罗王居然呢 有这种能让杀气沉浮的能力 伟大的王告诉我了 让我们再等待一段时间 他现在有件事情要做 等做完了这件事情 就会带领我们统治灵界 成为真正高贵的种族 伟大的气息降临下来 九折双眼迷离 仿佛啊 和这股强大的意念 进行了某种交流 王 王 王 听到修罗王传递命令下来了 跪倒在地的诸多修罗 全都兴奋的放声大吼啊 每一个都眼光火热 充斥着兴奋 看到这些修罗的表情啊 你也晕得心脏 逐渐沉起来 直到此刻 他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修罗让整个灵界 所有大门都恐怖不离了 他们的团结实在太可怕了 这些个修罗 可以说几乎啊 都没见过修罗王 也不知道修罗王到底是什么东西 更没得到过他的恩惠 但是一听到王者降生 全都兴奋的无以复加 从眼中火热就能看出来 修罗王只要一句话 让他们干什么 绝对不敢反抗 变态的天赋 不死之身 越级战斗的能力 再加上团结一心 世界上 怎么会有这种可怕的种族啊 轰隆隆一声响 九折传递完了修罗王的指令 漫天修罗杀气逐渐汇聚起来 疯狂向着他的体力灌输 在这些杀气灌输之下 他的力量越来越强 气息越来越强大 这些修罗杀气应该是 听从了修罗王的命令 帮助九折增加实力呢 一旦让他晋级修罗王 或许再做突破 达到罗仙境中期 根本不是对手啊 看到眼前这一幕 你也云知道 情景危机啊 修罗都有啊 越级战斗的能力 这个 就虽然现在只是啊 罗仙境初级 但是 一般的罗仙境的中期强者呀 不会是他的对手 任其在座突破 聂云 再想讲气给寄杀 那就难了 不行 想到这聂云猛的干起来 九折大战 不好了 人类高手知道 咱们祭祀修罗王 已经杀过来了 向前怎么一众聂云 来到祭坛跟前 他连忙大声喊了一句 什么 人类高手来了 叫做九折的修罗 正在接受修罗杀气滋补呢 听到这句话 他不由一愣 眼睛变红了 他们赶来 就以他们的鲜血 向伟大的王献祭 用他们的鲜血 向伟大的王献祭 其他跪倒在地的修罗 也同时吼了出来 修罗呀 那是热爱战斗的咒诅 对战斗充满着特殊的炽热 听到有人杀过来了 不是害怕紧张而是兴奋 不错 用他们的鲜血献祭 快看 他们在那呢 聂云也放声大吼一声 突然尖叫一声 声音是刺耳难听 在哪呢 听他着急的话语 所有人都向他手指方向看了过去 就连九折都闹得转过去了 不过这一看之下 空中阴云密布 哪有半个人影啊 人类在哪呢 九折眉头一皱 就要转头向聂云看过去 在这里 聂云见对方上当一声冷行 全身力量汇聚 一道道雄魂的电蒙 从他的肌肉当中闪烁出来 这一拳正好打在了九折的身上 我就是前来杀你们的人类 冷笑一声啊 雷霆九州瞬间就爆发出来了 有心算无心啊 正中九折的胸口 这九折呀 胸口这么一别 倒舞飞出去 这重重摔在了地上 根据血统的级别 就知道修罗的智商是很高的 按照道理 他不应该被聂云这种低级的伎俩给骗了 之所以上当 一来聂云的伪装天赋太强了 根本就看不出来蛛丝马迹 二来 他们刚刚接收到修罗王的命令 一个个太过兴奋了 失去了警惕之心 再加上聂云的小心呢 就这么一下雷霆九州的全部力量 那是疯狂打在了九折的身上 把他的身体所有的经脉 瞬间都给震碎了 直接毙命 他是人类 聂云这么一动手 其他修罗全部都明白过来了 其一声那是呼啸 纷纷出手 这一瞬间呢 整个计台上方力量 那是暴风女一样就吸了过来 尝尝我这个 这么多修罗同时攻击啊 就算是罗仙镜巅峰强者 那也挡不住啊 但是聂云早就有准备了 他也没害怕 凤凰之意这么一闪就飞了起来 同时右手猛然向前那么一摔 一个巴掌大小的圆球 搜一下 从他的掌心当中就射了出来 发出尖锐的鸣响 影响了重修罗联合打出的攻击 当然了 这个就是元气弹 直到和这些修罗要相遇啊 肯定会有一场恶战 刚才来的路上就开始压缩了 到现在刚好压缩完成 失误 不是元气弹扔出去的同时 聂云精神这么一动 便将被他一拳打死的九折尸体 给抓了过来 飞速向着天空就飞去了 轰隆隆一声爆响 压缩十层力量的元气弹 和诸多修罗的攻击碰撞在一起 宛如在原地炸起的原子弹 轰然而起的蘑菇云向着天空席卷而去 把方圆树尸里的山脉土丘瞬间移为平地 吞噬 见元气弹爆炸的威力这么强大 聂云怂了一口气 身在空中呢 直接就向着九折的尸体就抓了过去 无名法觉运转开始吞噬 这九折虽然刚才被他一拳给打死了 但这里是修罗世界 修罗几乎拥有不死之神 只要给的时间完全可以恢复过来 所以聂云也不敢停歇 直接就下了狠手了 这个九折虽然他近期没成功 但罗剑靖出其实力依旧是大部 无名法觉的吞噬之下 一股一股疯狂的力量灌入了体内 聂云的力量疯狂暴增啊 你咔嚓咔嚓咔嚓 一瞬间 脱破了天线中期的智库 达到了中期的巅峰 这还没停下来 力量继续飙升 天仙境后期 最后到达了天仙境后期巅峰 终于 聂云的实力在天仙境后期巅峰停下来 一口气剑喷射而出 全身上架 透露出一股凝聚而标有的气息 五道天眼 剑道三大天赋 居然和阳火雷电天赋 开始有了融合的趋势 实力飙升了 聂云突然发现了 不是九折给吞噬 让五道天眼剑道 还有阳火雷电天赋 有了一丝融合的趋势 原本呢 这五道天眼剑道 是单独融合的存在 阳火雷电也是单独融合的 而现在呀 这两种单独的个体居然有了一丝融合的契机 看样子 只要是能找到机遇 肯定能顺利融合 这五样天赋全部排在前三十名 如果能够融合了 等于让他晋级成四品天文取修师 这种实力和地位 就算五品金文取修师与之相比 都略有不如 罗仙境巅峰 进行第七次涅槃 实力达到了天仙境后期巅峰了 聂云也顺利感应到 下次涅槃的时间 罗仙境巅峰 好了 现在也该和光头柳墨烟算账了 从晋级当中喜悦清醒过来 聂云突然黑黑一笑 他的眼中一道杀机迷幻 刚才不和那个光头柳墨烟算账 并不是害怕他们 而是暂避七封 现在实力大尽 一个时辰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是时候出手了 反正来之前 那个负责考核的长老都说了 死了白死 这两个人既然敢舍鼠一窝 还是把他们解决算 还是先别和许心倩说了 单独出手吧 考虑了一下 聂云部打算呢 带许心倩一起去 虽然不知道这个光头有什么背景 但是柳墨烟 是俊新城曲修塔分部 负责人苏扬的地方 而且连巨兽金甲傀儡都给了 说明宠溺优家 去杀他 自然知道的人是越少越好 这样做呀 并不是不相信许心倩 而是这种事情低调 那才是枉道 没有足够实力之前呢 没有必要和对方硬碰 凤凰之意这么一动 在空中划过 飞快向了千方飞掠 之前呢 偷取居修行公罩的时候 曾在柳墨烟的身上 留下了追踪之气 凭借感应很快就发现这二人的防卫 此时的柳墨烟和光头啊 没有想象中的潇洒 为什么 当然了 没了那个什么罩的 他还能潇洒的起来了吗 正被一群修罗包围在内 战斗如火如荼 可恶 要不是那个聂云 拥有去修行公罩 在这里畅行无阻 咱们会被这些东西给纠缠了 聂云我一定要杀了你 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一边的战斗 刘墨烟呢 还一面 疯狂的骂着呢 眼睛赤红 疯了一样 如果 去修行公罩 又被偷走 现在 他怎么会陷入 这样被动的局面 被一群修罗给围杀了 就在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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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受金家傀儡 击退了两名修罗 忠心无二的保护在 柳墨烟身前 想杀我 你没机会了 就在柳墨烟 疯狂思考的时候 突然空中一个淡淡 笑声响了起来 聂云从空中 飞了下来 你 会飞 光头柳墨烟 二人同时吓了一跳 没达到金仙境界 不可能飞行 不管你用什么手段 装神弄鬼 今天 都要给我死 震惊了一下 这个光头脸上 身处阴肯之色 是一声冷喝 这脚掌啊 地面上这么一塌立刻 炮弹一样就冲了过来 人还没来到跟前呢 这狂暴的力量就压缩的空气 一支 是乱响啊 似乎让空间都扭曲起来 这个光头啊 是个罗仙境初期强者 配合诸多天赋 拥有堪比罗仙境中期巅峰的超绝战斗力 他们一出手就显示出他的步凡来 滚开 见他冲过来 这涅云动都懒得动啊 他一声轻喝着他 潜音师天赋响 撤起来 光头只觉得眼前迷糊了 他一声就摔倒在地 来着个嘴啃泥 哟 这 这怎么回事 看到这一幕 本来还想动手的柳墨烟 吓了一大跳 一句话就让罗仙境初期强者 摔倒在地 这什么手段啊 这也太可怕了 可恶 你用了什么手段 这光头啊 不愧是罗仙境强者 很快就清醒过来 被人一语 就给喊得滚倒在地 让他觉得受了巨大的屈辱 脸色猙獰 直接啊 把这柄巨斧兵器 就得取出来了 死 一声霹雳般的呼喊 这辅光汇聚成一道 棉镇的溪流啊 那是照耀整个天空 在溪流前面的 一头羞罗躲闪不及 被一下给劈成粉末了 我暂时还不想死 还是你死吧 请叫了一声 聂云懒得和他废话了 手指轻轻弹了三下 第一指 溪流断掉了 第二指 斧头碎了 第三指 这光头光滑的额头上 出现了一个黑洞 鲜血流淌出来 尸体在难以置信的目光当中 倒在了地上 他是 张继的弟子 你竟然杀了他 看他光头被杀了 柳墨烟 脸色变得煞白的彻底 害怕了 本来呀 只以为这个少年只会打人呢 他不敢动手杀人 看来呀 他是想错了 而且错的都离谱啊 哪里是不敢杀人 简直是他太敢杀了 轮到你了 你不理会 柳墨烟震惊的表情 聂云把头转过来 举手金甲傀儡 给我杀了他 柳墨烟这会儿害怕了 此时他也不敢废话 一声大吼 吩咐拒兽金甲傀儡拦住聂云 而他自己呀 转身 慌不择路 向着远处 那是飞快狂奔 他可不是傻子 这倒不是眼前这少年的对手 只要趁机逃走 能拖到考核的一个时辰 就等于得救了 不吃一下 不过他还没等着跑远呢 就赶到脖子上 一疼 随即啊 他可看到自己脚糊根了 哦 脑子叼得滴着了 好了 顺利解决 确实这么一谈 把二人尸体烧成灰烬 聂云仿佛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 斩草得出根呢 柳墨烟不死 击杀光头的事就会泄露出去 这个傀儡 看来不错呀 处理完一切 让人看不出痕迹来 这个聂云抬头这么一看 此时的巨兽金甲傀儡 因为没了主人师去控制了 静静的站在原地 一动 不动 这头巨兽金甲傀儡 拥有着罗仙静的势力 而且皮草肉厚 没有灵魂痛觉 要是能够把他炼化了 出其不意给放出去 对战局啊 肯定有不小的影响 精神一动 向里面延伸去了 看了一会儿 聂云无奈摇了摇头 这个东西核心呢 在一个特殊的阵法上 其中啊 拥有着苏扬的灵魂烙印 想要炼化了 必须先毁掉这个烙印 这样一来呀 就会打草惊蛇 唉 我先找到徐新倩 赶快回去吧 为了一个傀儡 惹得立刻和苏扬就翻了脸 聂云呢 还不会做 疯狂之意 配合风情时天赋 在天空飞行 很快 他就找到了 徐新倩 待的地方 后者一看到他 立刻露出担心之色呀 聂云 你没事吧 刚才我看到那边 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怎么回事啊 啊 我没事 聂云也没多解释 屈修塔 负责考核的评委台上 五个老者静静坐在前面 等着结果呢 许新倩的师父 萧腾道人 赫然在列 他身边一个老者 没心处意 可相红的大志 伴随笑容不停跳动 仿佛多出了一个眼睛 苏扬大人 听说您将大弟子 幻语召唤回来 看来是对这一次的比试 势在必得了 一个黄脸老者 捋着胡须笑了 这个没心有知的老者 居然呢 就是萧腾道人的对头 柳墨烟的师父 苏扬 没有什么势在必得 比赛讲究公平 这是我和萧腾多年前 就商议好的 弟子之间的比试 不商和气 当然 我的弟子要是 能略胜一筹 自然最好了 苏扬这颗红质 跳动了一下 虽然说的谦虚 但是他的语气当中 可带着一定能够 获胜的自信 气质惊人 哎 你门下 他真是人才积极 刚才那个柳墨烟 应该是刚刚 晋升的 五品去修士吧 他要是考核通过 你门下 光五品 级别的弟子 就有六个了 还真是 以门盛事啊 黄脸老者消了 啊 彼此彼此 张继大人们 家弟子 这次不也考核五品吗 如果我记得不错 加上他 你弟子当中 也有五个五品吧 苏扬淡淡说了 他手指点在一个 带有姓名的玉盘上面 如果柳墨烟 还活着在这里看到 肯定就能够认出来 所说的这位啊 正是那个和他 沆瀣一气的光头 这个黄脸老者 正是光头的师父 另外一个 取修塔分布的负责人 六品取修士 张继 苏扬大人 还真是好记忆 我弟子 善成 和你弟子柳墨烟 配合 一定能铲除阻碍 通过考核的 张继说到这儿 他看了肖腾道人一眼 嘴角露出了 玩味的笑意 那是自然 柳墨烟心志坚定 天赋决然 成为真正的 五品取修士 是板上顶顶的事了 不像其他人 只知道孤明钓鱼 浪得虚名 苏扬一摆手 说到孤明钓鱼 浪得虚名的时候 他故意看了一眼 肖腾道人 眼中闪过一道光芒 不过肖腾道人 似乎没听出 他话有所指 只是静静待在原地 一句话都没有 时间快到了 我弟子善成 和你弟子柳墨烟 应该很快就出来了 准备好五品取修士的 徽章迎接他们吧 张继笑了一下 他身手相啊 面前这个台上 几个徽章就抓了过去 手指还没碰到呢 突然就听 砰 砰 两个声催响 听到声音呢 众人同时这么一转头 这个面前代表光头 擅成和柳墨烟的玉盘 突然炸了个粉碎 变成粉末了 出现这种情况 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玉盘的主人 死了 看在眼前这一幕 所有人一瞬之间 一压却无声 尤其是苏扬 张继 先是啊 被捏住脖子的攻击呀 惊慌失措 又站起身来 仔细观察了一遍玉盘 确定的确碎裂之后 这在同时啊 发出一声 看比一夜宵般的惨叫 再说奥武山呢 云雨走 白雪挨挨的山峰之上 距离宗门不远的 一个幼暗的地宫里 气劲四处激荡 毁灭天地的力量 那是四处撞击呀 激荡不已 云霄天 你杀不死我的 别在那白费力气了 一个冷漠的声音 从地宫当中响了起来 伴随着一连串 稀里哗啦铁链声啊 让人感到分外诡异 哼 杀不死你 也要和你战斗 快把混沌灵业给我交出来 不然我今天就算拼着实力大损 也会把你活活击杀了 紧接着一个愤怒的吼声就响起来 一个中年人悬浮而立 正是当初聂云争夺混沌灵业时 见到夺舍云与子尸体的云与宗现任宗主 我都跟你说了 混沌灵业不是我的人拿走的 不在我这里 铁链尽头拴着一个骷髅般的身影 这扶摇鼻口的喷出啊 一道道粗重的羞罗上去 愤怒的吼着 不是你是谁 少给我装目作样 今天我非杀你不可 姬夫 你们三个人给我布阵 别让这家伙灵魂逃脱了 杀了你 自然会把东西给我交出来 咆哮一声云消天 一声吩咐 哗啦啦一声响啊 地宫入口出 瞬间跳进来 几个人 正是云与宗三大宣仙境强者 三个人联合起来啊 形成了三才之势 力量大增 霸风夹雨 原本鬼气森森的山洞 居然很快被一股湿润的气流给代替 可恶 你居然将周天云与大震都带来了 看来是真的想让我死了 不过 就算你能杀了我 我也会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 至少你这个 三个悬贤镜的长老是必死无疑 看到地宫内的变化 扶摇终于脸色变了 发出愤怒的吼叫 让我付出惨痛的代价 如果你是修罗帝 或者是修罗王 我还会忌惮你几分 就凭你现在的势力 还不够格 云霄天冷笑连连呢 手掌再次这么一挥 整个地宫周围 瞬间多出数十个长老来 每一个都是罗仙境势力 组成大镇 把扶摇给笼罩在镇中 看这样子云霄天是铁了心 要杀这扶摇了 几乎把整个云与宗 所有的势力都给派遣过来了 可恶 可恶 见对方居然布置出 如此多的人手来 这扶摇脸色可真变 疯狂的吼叫一声 是铁链哗啦作响 哭瘦的手掌向前猛然就 抓了过来 轰隆隆一声响 这阴森强大的修罗杀气 瞬间就汇聚成了一柄 寒光四射的宝剑 笔直向着云霄天就刺过来 所到之初 空气被硬生生给封开了 装机产生的力量 那山洞里的岩石 那是一块一块碎成积分 四下飘散 凝聚十二气为鉴 单凭滑坡的气浪 就冲击着岩石碎裂 扶摇虽然被困多年 受尽折磨 一出手依旧显示出 超强的战斗力来 云与大密纵 云霄天冷横一声 左手为云 右手为雨 云与交融是明空一抓 整个地宫瞬间 像是被特殊空间给冷罩了 同样是云与大密族 云霄天施展出来 和当初的断销施展 完全就两种概念 一个犹如汪洋大海 深不可测 一个是潜水溪流 肤浅透明 完全没有可比性 这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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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大阵形成的云与大密宗 眨眼功夫啊 就把扶摇打出的攻击给搅碎 同时掌印 那是狠狠撞在着他的胸口 咔嚓一声响 骷髅般的扶摇啊 机器立刻变得是萎靡起来 眼中燃烧的火焰 随时都会熄灭 伟大的王 我扶摇愿意啊 扔耗自己的生命啊 向您借助伟大的力量 挣扎了一下 再次站起身来 扶摇突然双手向上扬起 发出第一声的吟唱 修罗一族啊 特有的秘书 燃烧灵魂短时间内 增加实力 现在你施展什么秘书都没用了 修罗王早就死了不知多少年了 再祈祷也没用 安心给我死了吧 云霄天哈哈一笑 全身的气势的是节节攀升 配合元宇宗诸多长老形成的大阵 威力越来越强 似乎啊 随时都会爆出致命一击 把扶摇给击杀了 要杀我的臣民 你们胆子可真是不小啊 在双方一触即发的时候 突然空中响起了一个淡淡的声音 随即众人这么一脸 就看到一个人影缓缓从空中 走了下来 突然出现的人影 看起来有些瘦弱 在空中行走 没有丝毫能量波动 宛如眼前的空间根本就困不住他一样 你是什么人 他倒出现这样一个人云霄天眼中 生出警惕之意来 尽管他也是金仙镜的强者 但是论起飞行来 绝对不如空中这个人影 单凭这一点 他就猜测出了 这个人不简单 我是什么人 你不刚说我死了不知多少年了吗 这个人轻声一笑 人影已经来到了扶摇跟前 王 看到这个人影 扶摇眼眶一红啊 颤抖起来 啵通 他一下就归倒在地 王 你是修罗王 看到扶摇的动作 结合人影说的话语 云霄天全身一紧哪 堂堂金仙 巅峰强者 如同筛康一样 再无知钱的奋度 修罗王 扑通一声 云霄天吓得筛康了 布阵的长老 群中三个罗仙镜长老 因为恐慌太甚 直接就昏过去了 报出性命 就把罗仙镜强者给吓昏过去了 这种事要传出去 绝对不敢有人相信 可是事实 就是如此 包括云霄天在内 所有云语宗的人 没有一个 因为这一件事 却嘲笑下昏过去的人 反而对他们感到一丝羡慕 因为昏了 就不用面对这样强大的狠人了 这也算是一种解脱 修罗王 灵界的噩梦和传说 上古时期整个灵界星军级别的高手 足有数百位 联合起来和他战斗 都被他一个人给击败 什么现在所谓的最强者 皇王龙王在他面前就跟小孩过家家一样可笑 现在吧 这么多年我不在 辛苦你们了 这个人已经侧身露出了容貌 如果聂云 就在呀 他肯定能认出来 这个人正是他的弟弟孽童 他伸手把扶摇给扶起来 孽童手指在他身后啊 铁链上轻轻这么一滑 咔嚓 咔嚓 困住扶摇不知多少年的铁链子 那直接就断成好几节 化成了一堆飞灰 这一幕看在眼里云霄天等人更是哆嗦 腿肚子发软就要跪倒在地 别人不知道铁链的可怕 他身为云与宗宗主 知道的非常清楚 就这个铁链是当初云与子 先祖汇聚天地无数领宝厌之而成 虽然比不上造化仙气 却也差不多了 如此强大的东西被手指轻轻一滑 就断裂变成飞灰了 哦 这什么手段和实力啊 不辛苦 铁链断了 扶摇重得自由 兴奋的再次跪倒在地 看向眼前的王 一脸虔诚和兴奋 他们的王归来了 那代表修罗一族将会再次焕发光辉 重新恢复上古时期的荣誉和强大 我帮你恢复实力 看到他这个样子 你也同没有拒绝 手掌一扶 空中里和发出呜呜的声响 无数修罗杀气 不是从何处飞奔而来 眨眼功夫 汇聚成一个巨大的漩涡 这漩涡笼罩下的扶摇原本呢 骷髅一样的身躯 那是缓缓饱满 力量也是节节攀升 犹如干瘪的池塘 一瞬之间得到了补充 这蹦射出狂暴的气势和力量 王 你恢复实力了 修罗王眨巴眨巴眼睛 就这功夫 就让他实力恢复了 这妇妖一脸兴奋 他连忙问了 没有 我现在只有罗仙静的实力 距离完全恢复还差得远 不过凭借血脉和力量 萧萧金仙能随手杀死 你也从双手背在身后淡淡说了 啊 罗仙静随手杀死金仙 这话你看说了简单 所有人都倒抽一口冷气 血脉越强的人 越能力越急战斗 但是这种越急也有个限度 通常啊 越一个小级别就被称为天才了 能力越出一个大级别的战斗 除了那些个上古一种几乎没人做得到 可是眼前这修罗王啊 凭借罗仙静随手可以击杀金仙 连续越了两个大级别 这也太可怕了 当然 没有人怀疑他说谎 修罗王这种天地最巅峰的人不可能说谎 也没必要撒谎 我重新复活的消息 应该很快就在灵界传开了 所以我要尽快恢复实力 你跟着我吧 聂同淡淡说了一声 是 罗 扶摇连忙点头转过头来看向云霄天几个人 他们怎么办 杀了就是 聂同随意摆了摆手 突然向前这么一撞 云霄天觉得全身一僵啊 整个人像是被一股特殊的力量给禁锢了 死活啊 这挣脱不开啊 这他啪 身躯一瞬间扎开了 变成一团能量溪流 融入到了聂同的体内 聂同扎了扎嘴 觉得力量似乎再次增长了一下 这才满意点了点头 他一直周围人与宗长老 这些交给你了 动作快点 杀完了就过来找我 说完他一抬脚向前一步 消失在众人面前 是 扶摇一点头 心红的舌头舔了舔 一声大笑的冲入人群 不到十个呼吸 云宇宗所有高层 包括这个五品取修师 史亲长老 全被变成了扶摇的食物 在灵界消失了 呼的一下 杀完这些人扶摇 也瞬间在原地消失了 一阵空间扭曲 涅云 许新天二人 从考核的修罗世界 被传送出去了 出现在驱修塔第二层 拥有传送镇的房间 你们两个到第三层一趟 苏扬 萧腾大人 已经在那里等着了 二人刚从房间出来 一个黑甲护卫走了过来 连忙跟他们说了 啊 去第三层 考核完了 不是直接领取 等级徽章了 去第三层 不符合 规矩啊 许新天一错没 合不合规矩 我不知道 苏扬大人 让你们过去 如果要是耽误了 你恐怕承担不起 黑甲护卫 淡淡说了 好 过去看看吧 许新建呢 并不知道 这光头和柳墨烟 被杀的事情 但是聂云知道啊 他明白对方 肯定想调查什么 当即轻哼一声 跟在黑甲护卫 身后来到第三层 一进入 就看到了 五个老者坐在一排 萧藤道人 站在其中 最中间一个老者 眉心红质扭曲了 双眼透露出 食指般的光芒 似乎啊 恨不得 把这二人给吃了 敢在试炼中 击杀五品去修师 你们好大的胆子 杀害五品去修师 苏扬大人 你什么意思 许新天一愣 这家伙就是苏扬啊 聂云暗自观察 这个苏扬啊 他的实力和萧藤道人相差无几 都是宣先进的高手 身上暴力之气很重 一看就知道 此人是妖族的妖人 难怪他的大弟子 唤语是妖人 哦 原来他也是 什么意思 你装得倒挺像 张继大人弟子 善成 和我的弟子 刘莫烟 在试炼之中被杀了 试炼成 只有你们两个人 而且 与他们有矛盾 五品去修师 每一位都是我们凝结 对抗修罗的东凉 即便我这种实力 都要上报总部 煽情 特批鄙视 方可动手 你们两个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对 五品去修师动手 而且连杀两人 杜穴 同龄 这两个人按照规矩 该怎么处置 眉心之间的洪志 因为发怒 变得血红啊 这苏扬 脸色正名 哎 私自偷袭 击杀五品去修师 按照规矩 该带 除以即行 凌迟活泼而死 带二人过来的 黑甲护卫 淡淡说了 这个护卫 居然是个 黑甲护卫的统领啊 凌迟活泼 处死 很好 现在就将他们两个人带下去 直接处死吧 苏扬 一白手 那是 黑甲护卫 点头走了过来 身上释放出惊人的气息 这力量 江水一般激荡 居然是个 罗仙镜 巅峰枪 似乎随时啊 都能踏入 宣仙境界 慢着 这黑甲护卫 过来要抓二人了 聂云突然向前一步 怎么 你难道不服屈修塔的规定 苏扬一声冷喝目光深深呢 屈修塔的规定 我当然服从 可是 谁说我们死子偷袭击杀无品屈修士了 胡乱给人定罪 随意误陷两位无品屈修士 你是傻还是脑残呢 聂云冷横一声 你说什么 苏扬堂堂 拒新城 分布的一把手 听到对方直接骂他傻脑残 头发一下就炸起来 聂云无所谓的说 他们两个死了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证据 证明是我们杀的 你你曾经毆打过我弟子柳莫燕 和他有矛盾 不不是你们斗手 又会是谁 苏扬双眼赤红啊 和他有矛盾就是我杀的 那现在我们也有矛盾 你要是突然抽筋死了 是不是也赖我杀的 聂云耸耸耸肩膀 我身为宣贤镜强者 你就算想杀我 也要有这个本事才行 苏扬一甩手 对啊 你是玄仙镜强者 我杀不死你 柳莫燕他们两个 我就能杀死吗 我们两个只是天仙镜的小子而已 哦 你难道认为我能击杀 罗仙镜的人呢 聂云正等着他这句话呢 随意一摆手说了 诶 这 也是啊 山城市罗仙镜强者 想杀他凭借天仙镜实力 的确有点困难 罗仙和天仙差距极大 越级战斗的人并不是不存在 但在修罗世界 这一边呢 抵抗杀气侵袭 一边在杀人 应该很难做到 聂云的话 马里一刻让房间之内想起一阵议论 天仙越级打败罗仙也有 但是战成本身就是驱修师啊 也能越级战斗 要说两个天仙镜的小子 就像他给杀了 这个不太容易 凭借你们的实力当然杀不了 罗仙镜强者 但要是有人 是玄仙强者炼制的俘虏 出其不亦偷袭呢 苏阳恒了一声 看了一眼一侧的 萧腾道人 他冷恒一声 如果我记得不错 你应该是来考核 四品驱修师的吧 如果你没有 傻人动机 有所倚仗 为何跑到 无品考核场所 什么 考核四品驱修师 级别越高 修罗越可怕 越难以通过 你四品驱修师 跑到无品区域 要说没有目的 谁相信呢 苏阳的话 一时激起千层浪 驱修师 第三样考核 是考核融合天赋的运用 和与修罗的对抗 四品的修罗世界 和无品的不同 要按照正常的情况 四品驱修师 跑到无品世界去了 运修罗杀器 也抵挡不住 又怎么可能顺利 通过考核 而且连伤都没收 这样一来 聂云再次 聂云再次 就成了 重视之地 谁说我是四品驱修师 我是五品银文驱修师 聂云轻声一笑 他手指一点 体内的融合之气 立刻从指尖 就射了出来 在空中形成了一个图案 六种天赋融合 果然是无品驱修师 原来隐藏的实力 其实是无品驱修师 居然还是银文级别的 小腾道人 没想到 你隐藏的这么深 还有这样一个厉害的弟子 众人都是驱修师 一眼就看出来了 聂云没说谎 已经达到无品级别 聂云逃跑三大天赋 和伪装隐医师 融合拥有 四品银文级别 吞噬九折 又将风行诗融合进去 确切来说 已经达到了 半部无品金文级别 而不是单纯的无品银文 哈哈哈哈 苏扬 如果你输不起 就不要和我赌 既然成为考核 必然有赢有输啊 你弟子不争气 没有通过 陷入修罗世界 被杀 却来找我弟子的麻烦 世界上 还有这种道理吗 一直都没说话的 小腾道人 突然站起身来 放声大笑 小腾 你以为有两个无品银文弟子 就能胜过我吗 你也把我想的太简单了 好 既然如此咱们的比试 也不用等到下午了 现在就开始吧 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呀 这苏扬 你摔手 冷腾一声说了 现在开始 不急 我弟子顺利通过了考核 你还没将他们的等级徽章 给他们呢 他们 也没赋予权限呢 领取年俸 小腾道人说了 苏扬一摔手 虽然他心里头 有些不甘 但是不甘呢 违背曲修塔的规定 最后 还是把代表 无品曲修师身份的徽章 给取了出来 上面灌输了聂云 和许新倩的名字 递了过去 从今天开始 你们成为曲修塔 无品曲修师了 拥有青铜级的权限 可以在任何一个曲修塔分部 领取青铜级别的宝物 发掘 以及药材 现在二人把徽章拿在手里 小腾道人说了 青铜级 是曲修塔的一种权限要求 上面还有白银 黄金 等好多限制 拥有这种权限 说明你们已经成为 曲修塔最核心的成员了 现在跟我去第六层 领取你们的年缝吧 是 这二人同时点了头啊 跟在肖腾道人身后 向着曲修塔分部的第六层 就早去了 曲修塔和宗门是一样的 青铜级权限 相当于宗门的真传弟子 已经可以自由选择一些 厉害的功法 和武器修炼了 每年呢 也能得到曲修塔的年缝 当然 如果你有迫切需求的东西 也可以提出申请 然后击杀修罗 积攒功训职 然后啊 用功训职来兑换 走在楼梯上 许心剑呢 在聂云似乎啊 还有些不太明白 他悄悄传音 给他解释了 啊 聂云一听点了点头 不过 我们也要相对履行 该做的义务 那就是曲处修罗 让人类回归安宁 许心剑又继续说了一句 曲修师在灵界是 享受特权的贵族 拥有特权的同时啊 自然要履行相对的义务 说话之间就来到了 曲修塔第六层 这是这里的功法 弹药 兵器 等所有物品的列表 你们两个刚成为物品 曲修师 只可以振选三样 等你们积攒了足够的功训 就可以随意对花样 小层道人手掌这么一划 第六层的墙壁上顿时出现了 密密麻麻的宝物列表 云西剑 中品巅峰险器 拥有切割破魂的属性 配套剑法 吸魂剑招 妖人族强者所有 三品锦绣单 可以帮助天仙境强者 晋级罗仙境 服用之后 眼前一片锦绣河山 体内力量分布犹如 河山般壮立 自成循环 还有招魂器 特殊的妖族兵器 轻轻晃动 可以对灵魂产生攻击 让人陷入幻觉 不能自拔 昙花一扬进 一种爆发式的武器 能在瞬间让人力量 成倍的爆发 但是这招对身体负荷要求极大 犹如昙花一现 念云在这墙壁上扫去 其中都是令人眼热的宝贝 随便一样拿到外面 恐怕都是不低的价格 如此宝物 可供自己随意选择 不得不说 屈修师的特权 果然是可怕的 云西间 三品锦绣单 招魂旗 昙花一扬进 这些对我都没有用 看看有没有更合适的东西吧 他的目光毫不停留啊 念云呢 继续向下看去 兵器 有北斗剑 和南宫校手中得来的混乱真龙剑 中品巅峰级别的兵器 给他也是浪费 没什么用处 至于三品锦绣单 这种级别的占拥 对一般的天仙 还有用 对他呀 没有丝毫效果 现在他的积累 太浑厚了 想要晋级 必须服用 对罗仙强者 有用的担药 普通担药吃下去 那就是浪费 剩下的招魂旗啊 昙花一扬进之类的东西 那更比不上仙音 蛊惑时 大力时天赋 要着也是没用 继续向下看呢 越看越是无奈 青铜级权线对别人来说呀 非常高了 其中的宝物个个能让人眼花缭乱 但是对聂云来说 级别太低了 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呀 没有足够吸引力 他在观看的时候 许行倩呢 已经选好了三样 其中一样 正是之前看到的三瓶锦绣弹 看来聂云小兄弟 对这里的东西并不满意呀 见他呀迟迟没有做出选择来 这萧腾道人笑着说 在外面 他说聂云是他徒弟 其实他自己知道 眼前这少年 只是临时请来帮忙的 如此年轻 就有如此实力的天赋 要说他没背景 萧腾道人不相信 所以呀 没人的时候 对他依旧是礼遇有加 不是不满意 萧腾前辈 这里有没有一些奇特 无法炼化的矿石啊 念缘笑了一声 随口就问了 既然这些宝物啊 没有能让他动心的 倒可以找一找 有没有能让 无名法掘运转的宝贝啊 无法炼化的矿石嘛 有时有一些 但这些东西虽然稀奇 却没有什么实际用处 你想要这个 实在是太吃亏了 萧腾道人一愣 没什么 可否带我看看 我正在炼制一样宝贝 刚好缺少一些奇怪的东西 要是能够找到 对我来说 价值比这里的任何一样 都要珍贵啊 念云随口回答一句 那好吧 矿石在这里 我可以带你过去看一看 看有没有对你合适的 萧腾道人说完向前走去 跟在身后啊 转过一个墙面 二人来到一个房间 抬眼这么一看 里面果然堆满了 各种各样的矿石 这些东西看起来呀 都是用过的残次品 似乎实在没什么用 仍在这里当废品呢 还真有 就是小了点 在房间里转了一圈 你也一眼睛落在一个 巴掌大小的矿石上 这个矿石里面呢 还有让无名法觉 运转的气息 尽管非常微弱 对它起不到什么作用 却也是 聊胜于无了 这种矿石 叫什么名字 萧腾前辈知道 从哪里能找到它吗 把这枚矿石啊 拿在手里 念云疑惑的问了一句 这些个矿石啊 都是无意之中得到的 经过锻造 早已经面目全非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萧腾道人一脸歉意 那好吧 我就要这一块矿石吧 念云把石头收进 那五丹田再次找了一圈 发现只有一个 随即啊 他摇了摇头 只要这一块矿石啊 你还可以任选两样啊 不过看你这样子 似乎都不感兴趣 对了 身为取修师啊 应该知道 特殊天赋的强大 完全可以选择 两道特殊天赋之气啊 萧腾道人想了一下 他突然说了 什么 选择两道特殊天赋之气 念云一听愣了 瞿修塔拥有无数携带 特殊天赋的强者 正因为如此 搜集了许多特殊天赋之气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完全可以申请领取 即便遇到危险 也等于拥有活命的机会 萧腾道人说了 天赋之气啊 代表着一种神通啊 一种能力 危机的时候使用 往往啊 能够起到意想不到 扭转乾坤的效果 说等于一条性命 绝对不为过 太好了 我要领取两道 念云一详喜呀 别人呢 选择特殊天赋之气 最多关键时刻就一命 多一样能力 而对他来说 就等于多一种特殊天赋啊 实力再次增加 不过这个兴奋时间呢 还没维持多久呢 就被无情浇灭了 你现在青铜级别的权限 只能选择排在 五百名以外的特殊天赋 萧腾道人说了 啊 五百名 念云无语了 现在的天赋太多了 对他作用大 相对有用的 只是排名前一百的天赋 五百名开外的 还真没什么用处 与其浪费丹田 还不如不要了 难道不能领取排名前一百的特殊天赋 前一百的也可以 但是必须使用贡献值兑换 不过每一道排名前一百的特殊天赋 都价格不菲啊 萧腾道人说了 贡献值 需要多少贡献值啊 这个有明确报价的 你看 萧腾道人取出了一个金色的纸片 像了天空这么一样 眼前立刻出现 一片刺激 排名第十一到二十 特殊天赋之气一道 需要猎杀一头 王仙境修罗可换去 排名第二十一至五十 特殊的天赋之气一道 要猎杀一头 圣仙境修罗可换去 排名第五十到一百的特殊天赋之气 贡献值啊 是一百到一千万 可换取一道 排名第一百零一到五百 特殊天赋之气 贡献值是十到一百万 也可以换取一道 排名五百名以后特殊的天赋之气 贡献值是一到十万 可以换取一道 这些价格只是幅度范围 真正每一道的价格依旧是不同的 例如啊 排名第十一位的天守师的天赋 击杀一头普通的王仙级的修罗 不足以换取 至少是王仙级别的修罗帝才行 排名第五十一位的刺杀师天赋 需要啊 九百九十九万贡献值 方可换取一道 萧腾道人在那解释啊 怎么没有排名前十的特殊天赋啊 聂云问了一句 排名前十的特殊天赋 每一位拥有者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人物 而且具有唯一性啊 即便是给别人也不能使用 有与没有都没什么区别 萧腾道人笑了起来 聂云也点了点头 他因为有无名法觉的缘故啊 不但可以啊 生成排名前十的特殊天赋 还可以使用这种天赋之气 这一点倒没有意识到 的确排名前十的特殊天赋 除了拥有者和自己之外 其他人都不能使用 就算报的价格再便宜 也没人来选择 更何况啊 这些天赋的拥有者 几乎都是绝世强人 即便曲修塔很强大 想要弄来一道 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如果拥有排名前一百的特殊天赋 可不可以向曲修塔出售呢 聂云忍不住问了一句 如果他的天赋之气可以出售的话 用来兑换贡献值 购买其他天赋之气就会简单不少 这个不可以 身为曲修师 有义务向曲修塔贡献天赋之气 而不是出售 再说如果天赋之气可以出售给曲修塔 曲修塔的任何宝物 不都等于白送了吗 肖腾到人摇了摇头 这倒也是啊 聂云有点尴尬了 一个人呢 只要真气足够 天赋之气呀 要多少有多少 如果真能卖价出售给曲修塔的话 就等于拥有了无限财富啊 曲修塔的宝物恐怕早就被人兑换干净了 不过事事也没有绝对 有时候曲修塔呀 也会短缺某种天赋之气 为了用于出售 他们呢 会用其他天赋来顿款 例如啊 某一天曲修塔突然短缺了木生之气 会发布任务 用其他天赋啊 与之兑换 一道兑换一道 如果你有足够的木生之气 而且 想要其他天赋之气 即便没有贡献值 也能换到 不过这种情况啊 很少发生 往往数百年 都不颁布一次 专门等的话 没有任何意义啊 肖腾到人说了 哦 聂云露出了一丝失望 本以为啊 这曲修塔拥有几乎所有特殊天赋之气 凭借曲修师的身份 完全可以兑换感应啊 没想到居然呢 会这么麻烦 肖腾前辈 我刚成为曲修师 对贡献值啊 还有些不明白 这东西如何计算 聂云问了 贡献值啊 是指对灵界的贡献 是以修罗为计算的 每击杀一头 罗仙初期净的 修罗为一个贡献点 一万贡献值 表明至少 要击杀一万头 罗仙初期净的修罗 一头罗仙净 初期修罗 才一个贡献点 聂云倒抽一口冷气 修罗血统高级 拥有越级战斗的能力 这一头罗仙净初期修罗 恐怕一般罗仙净 巅峰强者 不一定能胜得过他 这样强者杀一头 才一个贡献点 这贡献 也太难获得了 是啊 罗仙净中期修罗 是五个贡献点 后期是十个 玄仙净初期修罗 一头就能价值五十个贡献点 这贡献的大小 伴随着修罗的血脉 和级别提升 萧藤道人呢 给他解释 看来啊 一百万贡献值 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聂云摇头了 也不是啊 击杀一头 金仙净 巅峰修罗 就差不多 价值一百万 贡献值了 萧藤道人呢 接着说了 这曲修塔 这样设计 也是对的 真正给灵界带来灾难的修罗 最低实力都是金仙 太弱了 并没有太大的破坏 聂云对这话 他不否认 修罗虽然强大呀 真正能给人类 甚至灵界带来威胁的 至少啊 都是金仙以上级别的修罗 太弱小的 小打小闹 成不了大球 好了 你现在也知道了价格了 要的话 说出你需要哪种 我可以啊 替你向曲修塔总部 提出申请 萧藤道人说了 还是算了吧 聂云摇头拒绝了 排在五百名 开外的特殊天赋 那对他来说 真就没有太大效果 而且呀 想得到 还需要申请 凡所无比 还不如算 这么麻烦 还不如直接呀 去找那个 换雨来的直接呢 换雨呢 是一身拥有 六样排名前十的 特殊天赋 只要能得到他的天赋之气 来感应一下 至少啊 能多出三种新的单厅 剩下两样 我不要 这种矿石 你能帮我找一些吗 有多少 要多少 多的话 可以 赚取贡献值购买 宁愿把之前拿走的 特殊矿石啊 都给取了出来 对肖腾道人说了 这块石头里面 蕴含的特殊气息太少 对他帮助不大 但可以呀 以此为样本 让取消塔多多搜紧 就要这种矿石 好吧 肖腾道人犹豫了一下 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 只要这种看起来没用的矿石 最后啊 还是点头答应 挑选完了宝贝 聂云呢 便和肖腾道人 离开房间了 回到刚开始来的地方 发现许新线呢 已经将对换的丹药 彻底给消化了 实力有了明显的进步 虽然依旧没有突破罗仙境 却也是达到了天仙境的巅峰 随时啊 都有可能突破了 柳墨烟 擅成死亡 苏阳肯定把你们记恨上了 所以这次考核 肯定比以往许多次都麻烦 你们两个 可要小心啊 下楼之前 肖腾道人啊 拦住二人说了 其实啊 对于能不能获得 屈修塔的掌控权 我并不是特别在意 修道修心 我主张自由 不想被其他东西束缚 关键是你们 一定要安全归来 实在比不过 忍熟就是 咱们徐修师 要以击杀修罗为己任 而不是自想探杀 肖腾道人说到这儿 停顿了一下 脸上生出啊 自豪冷峻之意 不过 如果对方逼迫太深 出手杀了就是 徐修塔那边 由我来搅带 就这么说了 等会儿 就这么说了 我来搅带 我来搅带